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今天我要做生意 上次有讲过产品管理学 今天继续我们做第二部分的产品管理学 根据美国市场有研究的CB Insight 其实它当中研究了为什么有些公司会失败 经过它的分析来看 它有20个主要原因 而其中最大的原因 占42%的原因 大家猜猜到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失败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市场的需求 就是说当你做了产品的时候 基本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做完之后是没有人用的 这个情况我自己也有新生经历过 之前做了一个产品市场的组织 谁知道花了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 可能用了50万美元 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 做完之后 我又没有做过当时不知道 什么成功产品管理学 甚至没有做到一个测试 我现在就会和大家说 如何去找到你们的 普通市场合作 今天就想说这个问题 就是普通市场合作 普通市场合作 当你做了产品的时候 市场如何去接纽你的产品 这个是刚才说的 有很多失败的原因 都是因为公司没有做到一个 很好的产品管理的 process 这个普通市场合作的最主要元素 就是当你上了产品的时候 第一个極端就是 你做了产品的时候 一直不停花时间去优化 或者可能迟迟你不停加些功能 或者你做那些东西 迟迟你都不想去完成 即永远完成不到 因为你想做到最好的 当你做到最好的时候 可能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去建立你的产品 买花了很多钱 你才敢推出去市场 这个有一个extreme 另一个extreme 就是当你的产品都未准备 初学都未成名 你就推出去 这个是过早推广的元素 我们的普通市场合作 是找一个共用 找一个平衡 就是将你的产品 未到最完美的时候 可能推到外出 即刻做一些测试 当中有一些步骤 可以做到这个测试 我会讲一下 那两个步骤 会是怎样去做 这个测试 那测试 那测试 另外一个定义 就是当你的产品 成型到很完美的阶段 就可以用一小部分 的用家去测试你的产品 那因为呢 当你一小部分的产品 你的市场可能很小 但是它折述性很强 但是当 其实在这个时段的时候 你做这个产品 可能会失去的时候 它也不会影响太大 那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第二呢 当你测试到一个产品 但是很多人在你那个 很小的市场上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 会有效的 那你可以慢慢开始 去测试 去想一下 如何去测试你的产品 那好像其实呢 我讲过故事 可能Instagram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 你知道吗 当时Instagram创业的时候 创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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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的APP 它经常叫Bird的APP 那当时它都不是一个 现在 我们大家今时今日 看到Instagram 是可以做很多东西 它可以和大家分享 大家的照片 或者做很多 测试 很多各种东西 但是Instagram 最初 其实它 它是一个 是个location-based的 大家不知道 只不过它当时 还没找到 普通市场合作 但是它就推出了 产品 比较OK的产品 当时发现 咦 原来这个想法 不是很好 但当中可能有一个 有一个铺照的元素 是合作 它将它慢慢放大 和做一些优化 令到它今天 变成了Instagram 另外 就可能 另外一个 故事就是 YouTube 可能YouTube 在2005年 它开始的时候 它都不是叫YouTube 原来它寄了一个 叫做Tune in Hook up 一个Dating 当时用这些影片 作为一个交友的网站 当时它都不是想到 今时今日我会 YouTube 成为一个 扭转了 颠覆了一个 电视市场 或者影片市场 的平台 它都是由 开始一个小的点 开始慢慢去优化 慢慢成为 今时今日 最大的YouTube 平台 另外 我会和大家说 如何去做一个 初步 初型的测试 即是 你的产品 做一个初型 另外 如何去做一个 用家的测试 中而去到Polar Market Fit 接着 Polar Market Fit 第一步 就是如何去快速 建立产品的初型 首先 自己建立你自己 产品的初型 首先 你的首尤条件 就是要自己下手 去做一件事 或者去学做一件事 亦都不需要去做到很完美的 或者 未必需要做到很高的 级级的产品 例如 美国 以前有个很大型的 卖鞋 就叫做Sappos 它本身自己的公司 Funders 一开始自己没有鞋 只不过 人们在做了一个网站 人们可以在网上 买了之后 只不过 放了照片上去 他就去家里 樓下的鞋店 就买的鞋 就寄购给人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快令到它的产品 可以推到市场的 一个 一个 创意的方法 另外 我想说 譬如 所以你有个想法 很简单 你如果想做一个 新发明一个 新的味道的鸡鸟仔 你想发明 咸蛋网的鸡鸟仔 现在很流行 因为新加坡 咸蛋网的鱼片 就是炸鱼皮 大家不知道会吃过 当你想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需要去买个 帽子 或者想想 那些材料 有个鸡鸟仔 的皮 如何去混合到 一个好鸡鸟仔 那你都要学 当你学了之后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不停地试 试一下 一个味道的时候 你才去想 如何去推出市场 如何去做得更多 或者各种东西 这个的好处 就是至于你自己 建立你的成分 好处就是 你可以省到 头的成本 不用找人做 那些不好处就是 可能开始的时候 要很慢 要慢慢去 放些时间内研究 但是呢 我也都不建议 你会放很多 可能放几年去研究 这些东西 当你研究到之后 可能这个时间 没有那么需要 但是第二 如果你转了角度看 如何去做到 你的产品的初刑 可能你会说 我帮我去 不如去银行公司 或者我找人帮忙做 这些东西 是OK的 但是呢 我自己都试过去 去给不同的公司 去做一些APP 或者做一些网站 但是呢 它的好处就是 是可以很快 可以开始到 但是它不好处呢 当然了 你要首先 要给一个钱 一个钱 可能几万元的成功 或者去做产品之后 但是做完都不是 不单止 做完初刑 你想要理想的产品 其实它永远都wish不到 它基本上 做的东西 可能和你生活中 完全是两个东西 所以呢 偶封或者去派 或者去分给人做 你自己的产品初刑 我都不太推荐 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 自己去花小时间 可能花一两个月 甚至半年 最多最多 去研发自己的产品出来 因为之后你自己可以改 可以慢慢去优法 你都自己可以做到 第二步呢 就是如何去做 一个用家的测试 刚才说 当你做到一个产品初刑 或者甚至没有 有个概念 我们如何去做 一个铺铛市场 的测试 其实很简单 我之前都有做过这个 步骤 我有一个 Apps的想法 我就会做一个问卷 可能是用Google Doc Google Form 去做一个十条问题 其實想測試什麼,就是測試有沒有需求 想測試這個想法,有沒有人喜歡 或者用家會不會花錢去買這件事 可能你問十條問題中,當中會發掘到原來有些想法 原來這個想法大家都很喜歡,還有大家會花錢用 可能這個想法大家都喜歡,但又不會花錢去買 可能這件事可以用一個問卷模式去很快速測試 因為如果簡單的概念,大家一想就想到 其實這個想法都算不錯,因為你可以用一句解釋得到 另外就是用一個初步的測試,就是剛才所說 如果你建立了產品的初型,你可以立即推去市場 可能我會建議做一個朋友圈 問一下你的朋友會否分享,叫他們分享你的產品 可能開一個項目,如果你有少許預算的 可能購買少許的Facebook廣告 或者購買一些Google廣告是關於你的產品 去駕駛一些外來的新的用家 去試一下他們會否真的購買你的產品 這個之前也有說過如何測試市場 這個成本亦都很低 另外就是用一個花一點去 可能你會不停地收一些意見 這個很重要,因為當你的產品如何去收意見 而你可以不停地做一個優化 其實是一個部分的Polar Market Fit的概念 這個理論可以令你很快地去測試到一個很小的用家圈 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公司同事,可能是你的朋友 測試到之後,令到我發掘到原來我初初 可能我做的一開始的想法 可以的,就繼續做 如果不成功,可能在裡面會發掘到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可能一些功能 原來你在做的東西,可能是另外一件事 會看到有人用的 可能你發現,可能之前我說的 鹹蛋黃雞蛋仔 原來那些人不喜歡鹹蛋黃 原來喜歡皮蛋 那你可以manify 原來皮蛋的雞蛋仔 會更多人用 那就繼續做皮蛋 這個是一個Polar Market Fit的概念 那今天就希望大家可以得到一些東西 可以令到你做一個成功的產品 那今天的產品管理學就講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 想like我們Facebook page 去做生意 和我們的Youtube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盡可能回答你的答案 那今天多謝大家